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这里是全网讲解古本红楼梦 枝燕斋重瓶石头记最详细的频道 周一周五固定更新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你会让保姆睡自己的床吗? 二,为什么保玉不跟赵姨娘打招呼? 三,顶级披风乌云豹是什么样子? 在本集的故事中 保玉把自己睡觉的暖阁让给生病的情闻 自己睡在平时丫头们睡的地方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 这几乎等于主人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保姆睡 你会这样吗? 我们先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必须承认 保玉不是一般人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 她这个举动都是很另类的 不看这本书 古人应该和我们一样 都不会相信 主仆关系可以平等到这个地步 虽然我们在书里看到过 丫头陪主人睡 但那为的是更方便服侍主人 可保玉这次完全不同 她睡在平时丫头们睡的地方 为的是更方便服侍丫头 我估计 无论你觉得自己家的保姆有多好 有多重要 也不会让她睡你的床 但保玉不介意 这具体现出 在保玉心目中 她与丫头之间的等级观念 比我们现代人还小 也说明我们现在跟保姆的关系 跟书里的主仆关系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旭资质通鉴里 有一个名句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能长久陪伴自己睡觉的人 必须具备相互信任的关系 之前我们看到过 假脸出差 平儿跟凤姐睡一张床 子娟也跟黛玉睡一张床 保玉这里男女有别 暖阁分为了里外两个部分 她没有跟丫头一起睡 但是距离很近 为什么那个时候 主仆之间能建立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就像一个宿舍的同学 通常会格外亲近一样 这些跟主人从小一起长大 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丫头 跟普通的仆人的性质完全不同 与其说他们是保玉的仆人 不如说是保玉的家人 在任何时代 人与人之间都不只有等级关系 每个人都有情感需要 一旦情感建立起来 阶级矛盾就不那么突出了 而在不爱的保玉身上 这种特征更加明显 她不但不介意 秦文睡自己的床 而且也不担心 秦文把感冒传染给自己 更可贵的是 这种关系完全与色情无关 从古至今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这就是保玉珍贵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红楼故事 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阅读 本集故事的原文 一面下了街机 低头正欲迈步 傅又忙回身问道 如今的夜越发长了 你一夜咳嗽几遍 行几次 黛玉道 昨日夜里好了 只嗽两遍 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 就再不能睡了 保玉又笑道 正是有句要紧的话 这回子才想起来 一面说 一面便挨过身来 悄悄道 我想保姐姐送你的燕窝 一语未了 只见赵姨娘走了进来 瞧黛玉 问 姑娘这两天好 黛玉便知 她是从探春出来 从门前过 顺路的人情 黛玉忙陪笑让座 说 难得姨娘想着 怪冷的 亲自走来 又忙命倒茶 一面又使眼色于保玉 保玉会议便走了出来 正值吃晚饭时 见了王夫人 王夫人又嘱咐她早去 保玉回来 看秦文吃了药 此夕 保玉便不命秦文挪出暖阁来 自己便在秦文外边 又命将熏龙抬至暖阁前 摄玉便在熏龙上 一宿无话 至次日 天未明时 秦文便叫醒摄玉道 你也该醒了 只是睡不够 你出去叫人 给她预备茶水 我叫醒她就是了 摄玉忙披衣起来道 咱们叫起她来 穿好衣裳 抬过这火箱去 再叫她们进来 老嬷嬷们已经说过 不叫她在这屋里 她过了病气 如今 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 又该唠叨了 秦文道 我也是这么说呢 二人才叫时 保玉已醒了 忙起身披衣 摄玉先叫进小丫头子来 收拾妥当了 才命秋文谭云等进来 一同服侍保玉 梳洗臂 摄玉道 天又阴阴的 只怕有雪 穿那一套粘的吧 保玉点头 即时换了衣裳 小丫头便用小茶盘 捧了一盖碗 见莲红枣汤来 保玉喝了两口 摄玉又捧过一小碟 法治紫浆来 保玉勤了一块 又吩咐了勤文一回 便往贾母出来 贾母由未起来 知道保玉出门 便开了房门 宁保玉进去 保玉见贾母身后 宝勤面向里也未睡醒 贾母见保玉身上穿着 绿色多罗尼的天马剑袖 大红星星毡 盘金彩袖 石青装断 盐边的排碎挂子 贾母道 下雪呢吗 保玉道 天阴着还没下呢 贾母便命鸳鸯来 把昨日那一件 无云豹的长衣给他吧 鸳鸯答应了 走去国取了一件来 宝玉看时 金翠辉煌 碧彩闪拙 又不似宝勤所批 知福叶球 只听贾母笑道 这叫做雀金泥 这是俄罗斯国 拿孔雀毛 粘了线织的 钱把那一件 野鸭子的 给了你小妹妹 这件给你吧 宝玉磕了一个头 便劈在身上 贾母笑道 你先给你娘瞧瞧去 再去 宝玉答应了 便出来 只见鸳鸯 站在地下揉眼睛 因此那日 鸳鸯发誓决绝之后 他总不和宝玉说话 宝玉正自日夜不安 此时见他又要回避 宝玉便上来笑道 好姐姐 你瞧瞧 我穿着这个好不好 鸳鸯一甩手 便进贾母房中来了 宝玉只得 到了王夫人房中 与王夫人看了 然后又回至园中 与秦文摄月看过后 至贾母房中回说 太太看了 只说可惜了的 叫我仔细穿 别糟蹋了她 贾母道 就剩下了这一件 你糟蹋了 也再没了 这回子特给你做这个 也是没有的事 说着又嘱咐她 不许多吃酒 早些回来 宝玉应了几个事 上一集的末尾 薛宝琴结束了个人分享 几个小姐妹先后离开了消香馆 只有宝玉故意留在后面 她想跟黛玉说些什么 又说不出来 黛玉看着她也是一样的感觉 宝玉走下房门前的台阶 正要向外走 忽然又回身问黛玉 现在冬天夜晚很长 黛玉晚上咳嗽几次 会醒来几次 耕尘本在这里有条批语 她说 这个问题看上去可笑 没什么味道 但反思起来 真是 力血滴随 知至情至神也 完全不是其他小说里 偷寒送暖 私奔暗约 银情浪态的内容可比 这个偷寒送暖 来自元代 百谱的杂句 墙头马上 讲的也是 民间最喜闻乐见的题材 才子家人 自由恋爱 私定终身的故事 在知焰斋看来 它跟西乡纪里 私奔暗约一样 都属于 银情浪态的低级趣味 与之对比 宝代的爱情 才是符合礼教的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感情 请你注意 这是时代背景 和道德教育造成的 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批书人刻板的封建思想 黛玉说 昨天好了些 只咳嗽了两次 但睡眠依旧不好 他只在凌晨 睡了两个小时 就再也睡不着了 你看黛玉这个状态 怎么能让人不担心呢 宝玉听了 内心肯定很沉重 但是 他不想加重黛玉的精神负担 就转移了话题 笑着说 他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边说 一边凑到黛玉身边 悄悄提到 宝钗送给黛玉的燕窝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赵姨娘来到了肖香馆 赵姨娘问黛玉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黛玉心里很清楚 赵姨娘是去秋爽斋 看望探春 回去的路上 顺便过来走走 做个顺水人情 但她还是赶快笑着让座 说 难得赵姨娘来看自己 这么冷的天 还亲自过来 然后 一边让丫头倒茶 一边打眼色给宝玉 宝玉看到 就走了出来 之前 我们不止一次看到 类似的情况 一旦宝带两个人在一起 想说点 提己话 就会有人跳出来打断 宝钗就不止一次 扮演过这个角色 但这一次 打扰的人很特殊 她是赵姨娘 为什么不是别人 是赵姨娘呢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 为了体现 待遇不一样了 虽然是赵姨娘 来看待遇 但目的 不是写赵姨娘 而是为了写待遇 你还记得之前 待遇怎么对待赵姨娘吗 在第25回 赵姨娘跟马道婆 用魔法迫害 凤姐和宝玉 在发病之前 凤姐等人 正在怡红院聊天 她还用 喝了茶 就要架过来 调笑待遇 这个时候 赵姨娘跟周姨娘 一起来到怡红院 其他姊妹 包括李丸 宝玉 见到两个姨娘 都让座 读 凤姐只和林黛玉 说笑 正眼也不看他们 虽然这句话 主要说的是凤姐 但同时也提到 黛玉并没有让座 可是现在的黛玉 懂事多了 明明知道赵姨娘 虚情假意 依然很礼貌地 对待她 第二 拿宝玉 跟黛玉 做对比 面对赵姨娘 黛玉应对得体 但宝玉 反而什么都没说 按理说 两个人同时 看到赵姨娘 宝玉至少应该 打个招呼吧 可是她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 最大的可能就是 赵姨娘的突然来临 不但打断了 宝玉的思路 也让宝玉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做 直到黛玉暗示 她才想到 自己该走了 两相对比 黛玉比宝玉 确实更成熟 更清楚 怎么处理 人情事故 第三 宝玉跟赵姨娘 有隔阂 虽然宝玉 不像凤姐那样 对赵姨娘 体现出明显的敌意 但是 就连怡红院的丫头 和史湘云 都明白的道理 她不可能不知道 在众人面前 宝玉对待赵姨娘的礼节 肯定要做到 但是作为一个 有文化的人 历史上 无数例子都会告诉宝玉 对方跟自己的利益冲突 不可调和 所以在这个场合 她没有主动 给赵姨娘打招呼 时间一晃 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宝玉按照规矩 去贾母那里吃了饭 然后去见了王夫人 王夫人再次叮嘱她 第二天要早点去王家拜寿 回到了怡红院 宝玉亲自看着秦文吃完药 她让秦文睡在暖阁里面 自己在外面陪睡 你还记得吧 在之前那个晚上 宝玉睡在暖阁里面 摄月在外面陪睡 外面这个陪睡的位置 通常是留给下人的 但是宝玉丝毫不介意 她还让摄月 把熏龙搬到暖阁的跟前 让她睡在熏龙上 也就是说 这天晚上 三个人都在宝玉卧室的里间睡 为的就是更好地照顾秦文 到了第二天 天还没亮 秦文就叫摄月起床 让她叫小丫头 给宝玉准备茶水 自己则负责叫宝玉起床 摄月赶忙穿衣服起来 说还是要叫宝玉起来 穿好衣服 先把熏龙抬到外面 然后再让别人进来 因为老嬷嬷说过 宝玉不能跟秦文睡在一个房间里 免得被传染 如果看到三个人挤在一起 肯定要批评的 秦文说 自己也这么想 正说着 宝玉就醒了 她自己起来穿了衣服 做好伪装以后 摄月先叫小丫头们进来 然后再叫 邱文 谭云等人进来 一起服侍宝玉书席 摄月说 天气不好 很可能会下雪 穿毛毡的那套衣服好不好 宝玉无所谓 听丫头的安排 换好了衣服 这时候 小丫头捧过一碗 建莲红枣汤 宝玉喝了两口 摄月又捧过一碟 法治紫浆 宝玉吃了一块 这就算吃完早餐了 这里的建莲 指的是 福建省建宁县出产的莲子 它是莲子中的极品 力大饱满 圆润洁白 色如凝脂 具有补皮 养心益胜的功效 之前神医章有事 给秦可清开的药方里 就有这个成分 而 法治紫浆 指的是 原产于湖北齐州的一种油浆 算是一种咸菜小吃 它是用上好的嫩浆制作的 因为嫩浆上经常带有紫色 所以当地人叫它紫浆 把紫浆加上香油 食盐 再用特殊的方法炮制 就能做出这个 法治紫浆 你看 跟之前出现的 野鸡 羔羊 类似 贾府吃的这些东西 没有一样 是普通老百姓常见的 他们都有明显的贵族特征 因为叙述作者 根本就没有 见识过这种生活 所以他们 也写不出这些东西 这时候 贾母还没起床 因为知道宝玉要出门 所以单独放宝玉进入房间 宝玉看到 宝琴还在贾母床上睡着 贾母上上下下 看了看宝玉的服装 她穿了两件衣服 里面一件是 绿色多罗尼的天马剑袖 也就是 外面用成熟荔枝一样 暗红色的进口多罗尼 里面用纱糊皮做的 袖口很小的衣服 因为这种衣服适合射件 所以叫做剑袖 外面穿的一件是 大红星星毡 盘金彩袖 石青装缎 沿边的排碎挂子 也就是 主体式大红星星毡 上面有盘金工艺的彩色刺袖 最下面 用藏蓝色 有彩色花纹的段子收边 挂着很多小碎子的衣服 这种底部 有小碎子的衣服 属于正式礼服 第三回 宝玉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就穿过类似的衣件 这两件衣服的名字 再一次体现了 作者是服装领域的专家 贾母问 外面下雪吗 宝玉说 虽然天阴 但还没下 贾母就让鸳鸯 把之前得的一件 乌云豹的场衣给宝玉 鸳鸯答应 拿了衣服回来 宝玉看到这件贺场 金翠辉煌 碧彩闪灼 但又不太像 宝琴的那一件 浮叶球 贾母笑着说 这种材料叫做 雀金泥 是俄罗斯人 用孔雀毛 搓成的线 纺织出来的 贾母之前 把野鸭子毛 做的浮叶球 给了小妹妹 宝琴了 这一件 就给宝玉吧 你看 贾母确实 非常喜欢宝琴 但并没有 减少对宝玉的疼爱 之前的浮叶球 是一件皮斗篷 而这个乌云豹 是泥子斗篷 浮叶球 有可能是进口的 也可能是国产的 而这一件乌云豹 明确是 俄罗斯进口的泥子做的 两相对比 多半还是宝玉这一件 更加珍贵 乌云豹 跟浮叶球的 命名方法 也完全不同 浮叶球这个名字 直接体现出 它是野鸭子 下巴上的毛皮做的 而乌云豹却不是 因为 它跟豹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乌云豹 本来指的是 西藏特产的 云豹 也就是 照片里的这种动物 那为什么 这件衣服 叫这个名字呢 我觉得 有两种可能 第一 这种孔雀毛 织成的泥子 有类似云豹的花纹 孔雀毛 是五颜六色的 用它做出来的泥子 应该也是有花纹的 第二 谐音 乌云豹 也就是说 这件衣服 不吉利 会给穿它的人 带来晦气 之所以这么想 是因为本书里的 谐音等很多 好好的一件衣服 跟乌云这个 不吉利的意象 结合在一起 难免让人觉得 不太好 耕尘本在这里 有一条支批 说 贾母用 你小妹妹 指宝秦 就是在强调 王夫人 已经认了宝秦 当干女儿 这个事实 她是比探春 还小的妹妹 所以是宝玉的 小妹妹 在贾母心中 宝秦就是宝玉的妹妹 所以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推测 贾母给宝秦提亲的举动 并不是想把她嫁给宝玉 宝玉磕头谢恩 披上乌云豹 贾母看了很高兴 就笑着 让她去给王夫人看看 宝玉答应 走出了贾母的卧室 看到鸳鸯站在外面 揉眼睛 自从鸳鸯当着大家 发誓终身伺候贾母 不嫁人之后 见了宝玉 她也不说话 宝玉感到很不安 现在看到鸳鸯 就主动上前打招呼 问自己穿这个衣服 好不好看 鸳鸯没理宝玉 直接走进贾母的房间 呵呵 你看宝玉这个少爷当的 光在怡红院 伺候丫鬟还不算 到了贾母这里 讨好丫鬟 又没给脸 鸳鸯揉眼睛的举动 很可能还是因为她哭过 假设的阴影 始终笼罩在这个丫头身上 这次碰面 同时体现出两个人的特殊 宝玉特殊在 没有等级观念 鸳鸯特殊在 立志坚持自我 到了王夫人房里 宝玉让母亲 看了看新衣服 接着又回到怡红院 让秦文摄月也看了看 最后才回到贾母房里回话 宝玉说 她给母亲看了 王夫人说 这件衣服给她可惜了 让她务必小心 不要糟蹋了 贾母听了就说 只剩这一件 如果糟蹋了 也就没有了 现在没有条件 再为宝玉做这样的衣服 贾母还叮嘱宝玉 不要多喝酒 早点回来 宝玉赶忙答应 然后走出贾母的房间 请你注意 贾母这几句话透露出 这件衣服曾经不止一件 虽然是俄罗斯进口的泥子 但它是过去贾府自己做出来的 因为现在的家庭条件 跟以前不能比 所以也没条件 再做这样奢侈的衣服了 这又一次体现出 这时候的贾府已经是末世 不能跟往日的辉煌对比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曾经讲过这个 末世的含义 它就是指一个家族 在人口上 经济上 甚至是文化上 全面走向衰败的阶段 本书一开始 冷子星就说过 贾府是末世 但是因为秦可卿送葬 元春醒清等大场面的出现 让我们经常会忽略 贾府衰败这个大趋势 跟即将沉没的 泰坦尼克号一样 我们看到的这些繁华和快乐 都无法阻挡贾府 走向衰败的一天 宝玉给舅舅祝寿 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接着讲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